甲农药流向了全国多地 这个药就是假的 完全就起不到防治的作用 三万余条物流记录 九千余名收货人 它每天的发货量 或者说每个星期的发货量都特别大 县城物流网点 却成了甲农药的集散地 那么它全部是白天官媒 晚上在到路边悄悄地 回归碎碎的一些收一些货物 警方抵禁侦查 上亿元体量的黑色产业链浮出水面 市场上需要什么 它就生产什么 追踪甲农药源头 《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在昨天的节目中讲到 2021年7月 四川省广源市沧溪县公安局 和沧溪县农业农村局 先后接到几起报案 有几个种植户购买的农药 在使用后都没有效果 涉嫌是假农药 我在一个农药店去买了多具林 碰到一个礼拜过后 我去看了 但是它靠成大面积的液 落花落过 结果农药以后下去 最后就发现了 那个病孩子根本没自作 办案人员找到了报案人提到的 这家农资店 这是一家正照齐全的正规门店 店里共经营了40多个品种的农药 当中就有被群众举报的两款农药 外包装显示 是立邦易农科技西安有限公司生产的 立硕牌多菌林 和立生牌戴森猛新 此外还有大量的外包装标注为 江苏新田野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德生上海生物发展有限公司等 公司生产的不同类型和名称的农药 办案人员查询发现 这些企业名称都是虚构的 而对产品上印刷的农药登记证号进行核查时 这些登记证号的实际持有企业都表示 有人冒用了他们的农药登记证号 那么这些农药本身的质量如何呢 办案人员将20多种有问题的农药进行了扣押 并分别提取了样本进行质量检测 检测报告显示 多款农药的检测结果为不合格 或者有效成分含量为零 农药管理条例里面就明确规定 它就属于假农药 由于这家农资店的店主徐某 是从一个农资销售网上购买的这些假农药 办案人员对这些假农药的发货地进行了调查 发现这些产品都是从某省的一个物流网点发出的 该物流网点的负责人叫赵露涛 三年的时间赵露涛的物流数据有3.1万余条 收获人涉及全国31个省份 共9000余人 其中涉及到四川的有2400余条数据 340余人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说法 假农药导致的后果是农产品减产甚至绝收 严重侵害了种植户的合法权益 由于该案性质恶劣 广源市公安局和广源市农业农村局成立了专案组 决定彻查这批假农药的来源等问题 专案组调查的结果会是怎样呢 赵露涛的这3万多条物流数据显示的大多都是农资产品 如果这些都是假农药 这将是一个很大的数量 一定有更多农户受损失 专案组决定顺着这个线索继续追查下去 我们为了确定这所有的3万条数据是不是全部是农药 我们就从这3万条数据当中 涉及到四川省内的随即筛选了20余家 然后进行了一个走访 在购买者大多数都是开农资店的 而且现场还要发现大量的残货 没有销售完的 民警走访了四川省内20多个收货人 证实他们所接收的货物的确全是农药 涉及110多个不同品种 专案组对着110多个不同品种的农药进行检测 结论是有效成分全部为零 这个甲农药这个销售量有如此之大 覆盖面基本上是全国 这个是我们没想到的 也是让我们感到很震惊的 从侧面反映出整个自甲造甲的产业链 我们也进一步坚定的要全链条 打击他们的这样一个信心和决心 眼下摆在专案组面前的是一个体量巨大 覆盖全国的甲农药犯罪网 而经营物流网点的赵露涛 便是这个售假环节的重要一环 为了挖出隐藏在赵露涛背后的质甲团伙 专案组决定一方面对赵露涛的资金往来等信息进行查询 同时对赵露涛展开24小时的跟踪侦查 因为发现赵露涛他白天全部是关门嘛 一个正规的物流点 他不是白天都应该正常的营业吗 那么他全部是白天关门 晚上再到路边悄悄地鬼鬼祟祟地收一些货物 然后第二天再运到他的上级物流点 但是这个地点不固定 可能会在哪一个乡道 或者说在哪一个农田的旁边 通过判断还有抵近侦查发货的时候 我们的侦查员就发现 他所有发的这些货物全部都是农资产品 来给赵露涛送货的车辆 要么没有牌照 要么对牌照进行了刻意遮挡 看得出来那些送货的人行事极为谨慎 短时间内要想厘清当中的脉络难度极大 眼下要想尽快打开突破口 查清赵露涛的资金流成为了破局的关键 因为赵露涛这里出来的甲农药 大部分都是选择货到付款的方式 购买者收到货物之后 他就会把款项交给物流公司 物流公司收到购买者的货款之后 就会通过销售者提前预留的银行卡 就是寄货人的一个银行账号 将货款打到销售者的银行账户上 按照该物流公司的业务流程来看 网点负责人赵露涛在收到购买者支付的款项后 会先扣除运费 然后将剩下的货款转给发送货物的人 也就是说赵露涛如果频繁地向某人转账 那么这个人就极有可能是制假者 通过对赵露涛不间断地跟踪及大量资金流的分析 有多个嫌疑人渐渐浮出了水面 通过赵露涛发货的这些人当中 其中有孙二强 陈兆明等十个人 往全国各地来发农资产免 通过这些工作 专案组确定了十个固定通过赵露涛发货的人 分别是孙二强 陈兆明 长江等十人 他们应该分属不同的假农药团伙 彼此之间没有联系 通过一段时间的侦查 警方发现了十个涉嫌通过赵露涛运送假农药的团伙 以及他们的主要负责人 为了进一步摸清他们的犯罪事实 办案人员分别对这十个团伙开展了侦查工作 那么警方之前查获的假农药 是他们制造并销售出去的吗 村中废弃农坊每日出入的可疑人员 90点钟开始进去开始干活 中午也是在那里吃饭 改装后的面包车却成了流动窝点 把后排的座位全部拆空了 而且留下的空间很大 追踪假农药源头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孙二强是通过赵露涛运送假农药的嫌疑人之一 为了摸清他的制甲窝点和人员架构等情况 一组民警对他进行了大量的跟踪和侦查工作 通过多日的跟踪遵守 就发现孙二强他的行动轨迹基本比较固定 白天基本就去两个地方 一个是村西头的一个闲置民房里面 二个就是县城一个小区里面的一个民用住宅里面 专案组民警分析 村子里闲置的民房很可能是孙二强的制造假药的窝点 而县城里的小区住宅则应该是他的销售窝点 我们晚上去走访摸牌的时候 全村的狗都在叫 因为狗叫的比较多 老百姓都是直接会出来看 出来看没有办法 我们只有撤回来 撤回来之后等狗停了 老百姓把回屋把灯闭了 我们只能再进去 经过几天艰难深入的侦查 结果印证了民警的推测 那个闲置的民房就是孙二强制造假药的地点 这个民房夜晚大门紧锁 白天会有几个当地村民进入这个民房 然后紧紧关闭大门 发现他们民房里面的三个工作人员 每天早上一般都是90点钟 开始进去开始干活 中午也是在那里吃饭 晚上一般等到七八点钟 侦查人员发现 这几个村民是孙二强的亲戚 他们疑似在这个闲置民房里灌装假农药 因为孙二强每次通过快递发送出去的货物 都是从这里搬运出去的 搬出来很多的 这个所谓有江苏新田野标志的这个纸箱 往这个货车上进行搬运 在搬运完毕之后 这辆货车就离开了 民警借助一些远程侦查设备 确定孙二强拉走的纸箱 是虚构的江苏新田野作物保护有限公司的假农药 民警在之前的调查中得知 这就是销往四川等地的其中一个假品牌农药 而民警在接下来的跟踪中发现 孙二强将这批货物拉走后 在县城周边某个偏僻路段交给了物流网点负责人赵鲁涛 两方就把这个货物就搬到赵鲁涛的这个货车上面 货车上面之后呢 搬完之后赵鲁涛他们就把车开走了 在对民房进行调查的同时 另一组民警也对孙二强经常去的 县城某小区的住房进行了调查 在小区物业的帮助下 民警设法进入了那个房间 进去看了一下 大概看到那个房间 也就是那种普通的民用住宅 但是被装修得像办公室一样 房间里面大概摆了十多台电脑 有十多个年轻男女吧 都在工作 基本上在电脑上朝着或者是打电话 从工作人员的言语中民警判断 这些人是在向客户销售农药 这个民房应该就是孙二强的 假农药销售窝点 而围绕窝点的调查 民警发现 沧溪县龙山镇这家农资门市部 购买的假农药 其中就有这个窝点销售出去的 那么我们就断定这个窝点 那么就是孙二强的一个 假农药的销售窝点 那么截至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已经把孙二强的生产窝点 销售窝点 全部已经把它落实清楚了 警方开展调查的第二个重点对象是陈兆明 民警调查发现 他涉嫌生产的是名为 德生上海生物发展有限公司的假农药 与孙二强在废弃民房生产假农药的方式不同 陈兆明的生产窝点则是在改装过的面包车里 他那个面包车呢 是经过改装的一辆面包车 把后排的座位全部是拆空了 而且留下的空间很大 改装过的面包车就成了陈兆明的造假工具 所以陈兆明的造假窝点是流动的 他如果要生产的时候 他就把他的机器设备 全部搬到他那个面包车上 包括还有一台发电机 要生产的时候就把这个面包车 就开到树林里边 或者是开到那个装甲地里 利用夜晚的时间进行一个生产 通过大量的侦查工作 专案组陆续摸清了这十个团伙的人员架构 以及他们造假现场和销售窝点 每个团伙有大有小 大一些的团伙有十七八个人 小一点的团伙有五六个人 都是以当地村民为主 他们的制价模式和销售模式几乎相同 其他人他就是最多的 就是他就在自己居住的家里面 进行一个生产 而且这个假农药的生产 它本身就是一个小作坊的一个操作方式 也不需要很大的机械设备 在家里面是能够完成的 查明了这十个团伙的人员结构和窝点位置后 警方决定收网 2022年3月中下旬 广员公安集结260余名警力 分别对十个团伙的成员开展集中抓捕 在十个团伙的多个造甲窝点 专案组查获了大批制甲设备 原材料以及成品假农药 那个造甲现场很简陋 摆一台那个罐装机和一个封口机 液药榜就这样 很简单的一套设备 也就是说市场上需要什么 它就生产什么 它都能生产出来 它这个农药可以装在这个瓶子里面 可以把商标贴成米纤 装在另外一个瓶子里面之后 它就可以贴成乌缩纯 也就是说它这个瓶子里面的东西是一个东西 但是它的商标可以随便贴 十个落网的制甲团伙 他们制造假农药的手法如出一辙 可以说没有任何技术含量 他们制造的假农药之所以有效成分为零 是因为使用的均是从化工厂里买来的工业原材料 这个假农药的生产是一个很暴力的行业 比如说它竞购100块钱的原材料 那么它生产成为成品出去 它可以卖到1000块钱 基本上就是10倍的利润 十个团伙的成员全部到案后 通过对他们的深挖细查 专案组挖出了三个 位于某城市的外包装团伙 他们虽然是正规的广告公司 但主要的业务 却是为假农药团伙设计印制各种假的外包裁和宣传材料 2022年6月底 专案组再次组织警力 将三家广告公司的相关涉案人员抓获 现场缴获了一批各种外包裁和宣传材料 此后物流公司网点负责人赵露涛等人 也被警方抓获 他们明知是假农药 而为对方提供物流以及资金结算服务 全案我们一共抓获犯罪嫌疑人84人 然后扣押了假农药的成品 8万余品 半成品4万余品 原材料6.4吨 外包装纸 6万余张 整个涉案金额是1.2亿余元 这个案件是我们公安机关 加强这个区域警务合作 全链条打击危害食用农产品安全 上游犯罪的一个典型案例 依托区域警务协作机制 彻底摧毁了这个跨区域 自受伪劣农药的犯罪网络 涉案金额上亿的农药质甲案全面告破 一共抓获犯罪嫌疑人84人 扣押了假农药的成品 8万余品 外表看似正规的农药 背后有何猫腻 实际上有这个发工厂吗 但是说你编的名字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发工厂 法庭至上 他们将面临怎样的判决 追踪假农药源头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这起假农药案告破了 警方共抓获80多名犯罪嫌疑人 斩断多条从线下制假 到线上销售的黑色产业链 查封了一个物流网点 三个假包财印刷公司 捣毁伪劣农药生产窝点10处 涉案金额上亿元 那么这些犯罪嫌疑人 是如何走上制假受假道路的呢 在沧溪县看守所 记者见到了几个团伙的主要成员 陈兆明 孙二强 长江等人 其实这就是无意中碰到这个 也不是 我也不懂 就知道这个别人也去说 有做这个的 听说这个快一点 挣钱就是好容易一点 没有什么门槛 就是你干活就行了 陈兆明等人本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深知假农药的危害 然而他们却依然踏上了 坑害其他农民的犯罪之路 原因很简单 为了钱 可以不顾他人的利益 他们身边也有熟人 也有朋友 通过做假农药 发了财 在老家买了好车 盖了好楼 让他们就看着眼红 他们想着 那么我就干两三年 干两三年以后 挣个几百万 我就马上收手 就不干了 实际上这些人 他干了两三年 他挣了钱以后 他感受到这个当中的巨大利益 他也是收不了手的 警方查实 犯罪嫌疑人陈兆明 虚构了德生上海生物发展有限公司 犯罪嫌疑人孙二强 虚构了江苏新田野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犯罪嫌疑人长江 则虚构了江苏联农化工有限公司等名称 生产销售多种假农药 这些虚假的公司名字 以及相关的产品证号 是怎么来的呢 那德生上海这个名字是谁定的 是你定的还是设计师定的 这个不是是我 我的那个合伙人 我们俩一起想到这种名字的 然后你跟设计师说一说就行了 你冒风的什么厂家 什么牌子 就是江苏嘛 江苏什么 江苏联农嘛 实际上有这个化工厂吗 还是说你编的名字 实际上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化工厂 因为身边曾有不少人做过假农药 能轻易获知原材料和制作外包材的渠道 陈兆明 孙二强等人 很快背起了原材料和各种外包材 并组织了生产人员和销售团队 开始生产销售假农药 而他们的农药原材料 仅仅是不同形状的颗粒物质 和不同颜色的液体 他们也不知道这些原材料的成分和功能 那你进的只有两种液体 那你卖可能渲上的有20多种产品 那后来分装的时候 那怎么来选择 怎么来装呢 那都是汤这个都是液体的 都是悬浮剂的 只要把液体装进去就行了 我也分不清 这个东西都是液体的 都是入白色的那种 我也分不清 只要颜色像 或者是颗粒大小的形状像 那么他们就直接灌张进瓶子里面 或者灌在蛋子里面 然后进行一个贴盘 然后就可以了 他不会管这个农药的成分 十个自驾团伙的犯罪嫌疑人 因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等罪名 分别被广原市沧西 丽州 建阁 青川 四个县区的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四川省沧西县人民法院 受理了其中五个团伙的案件审理 2024年7月8日 沧西县人民法院做出判决 法院判决认为 被告人陈兆明 魏小哥等人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 被告人赵露涛等人 明知系伪劣产品仍参与销售 被告人宣孟奇等人 明知他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 仍为其提供设计制作外包装等 涉案金额均达到五万元以上 其中陈兆明 魏小哥销售金额 各为332万余元 孙二强的销售金额为241万余元 长江的销售金额为123万余元 本案中 被告人陈兆明等人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 销售金额均超过5万元 法庭认为 他们的行为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四川省沧溪县人民法院 判处被告人陈兆明 有期徒刑15年 魏小哥有期徒刑11年 孙二强有期徒刑10年 长江有期徒刑8年 其余被告人也被相关法院判处了不同的刑罚 而对沧溪县龙山镇这家农资店销售假农药的行为 结合店主徐某在专案侦办过程中的积极配合态度和立功表现 沧溪县农业农村局做出处罚决定 没收设价农药 吊销该农资店的农药经营许可证 没收违法所得 并罚款共计15万2000余元 正式干净的破货 对下一步我们在网络监管 销售渠道的监管方面 我们应该说都有了一些很好的经验 一些办法 下来之后我们就是要在上面 这方面形成一个有效的机制 如何把这个长效的机制建立起来 典访此类的事件再次发生 好 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是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景小龙老师 欢迎您景老师 景老师 法案当中被告人生产销售的是假的农药 但是最后法院判处他们的罪名是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我们知道对于生产销售 这个假的农药呢 有专门的罪名呢 但这一次没有适用 这两个罪名之间有什么不同呢 我国刑法当中第140条和第147条 分别规定了叫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和生产销售伪劣農药兽药化肥种子罪 那本身其实这两个罪名啊 他们是有竞合的 你看这个像这个农药啊化肥啊 它本身它也是一种产品 是吧 那之所以陈某没有被判处后罪 我想应该是基于这么两个原因 首先第一个就是第147条规定的 这个生产销售伪劣农药罪 它要指就是明知你销售的是假的 或失去使用效能的这个农药 然后才能够构成此罪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第147条规定的这个 生产销售伪劣农药罪 它还有一点就要造成损失较大的 才构成本罪 那如果要用这个罪名来定罪 我们必须要证明 使用这个伪劣的农药 和造成损失较大之间 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实践当中啊 就是要证明这种因果关系 它会受到很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比如说农业生产当中 它受到这个天气啊 环境啊 温度啊 湿度啊 以及一个病虫害啊 等还有我们这个农业操作规程 等各种因素的影响 那如果说证明不了二指的因果关系 难道我们就不对他进行判罪了吗 那势必会放纵犯罪 我们再看 陈某等人 他们的行为是完全符合第140条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 所有的构成要件 所以法院才做出了这样的判决 本案当中一些被告人的自我交代的说 是看到身边有些亲戚朋友 也在从事这个违法的行为 有利可图 所以他们就加入其中了 那么可见这种情况呢 现在呢不是偶发的 还会存在啊 那么我们还有哪些法律手段啊 行政手段呢 去避免这些假农药流入市场 危害农户的利益呢 其实这里边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这个 就是涉假农资犯罪的犯罪分子 它的犯罪成本太低 而输益又是巨大的 我想要治理这种犯罪啊 必须采取这种全链条打击的形式 像公安机关 农业监管部门 网络监管部门 还有宣传部门 应该协同作战 才能够打出战果 遏制这种犯罪势头的这个发生 那其实这里边主要来讲 你看第一个 如果发现了问题产品 必须一查到底 追到源头 追留下 然后把涉嫌犯罪的 要移交司法机关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要公布 我们农业执法当中的一些 典型的一些案例 来集中曝光一批 那些影响恶劣的这些犯罪行为 起到一个正式的作用 那么第三个 也是非常关键的 就是我们的科普宣传 是打击假农资犯罪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基础工作 就是从这个源头上 从这个受害方 让他们去警醒 来进最大限度的减少 这类犯罪的发生 民以石为天 石以安为先 农资安全 关系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关系着14亿多人口 能否端牢端稳饭碗 今天这些案件 办案人员顺着一个小线索查下去 最终破获了10个 制售假农药的团伙 如果每一个投诉线索 都能够得到深入查办 将对涉农违法犯罪行为 形成有力的打击和震慑作用 不给那些侥幸的造假人员 以可乘之机 不给他们滋生的空间 这样才能够有效净化 农资领域的环境 更好的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好 感谢收看今日说法 也感谢景小龙老师 参与我们的讨论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